续上集,柚子和虎妮从毛线垫出来后,晃晃悠悠地走着 哥,咱要不去菜市场看看,有没有卖烧炭炉的小火锅 我觉得今天在古大叔家吃的的炭烧烤鱼,特别好吃 好啊,这样天寒地冻的,咱也不用到灶间去炖菜了 这样就算吃得再慢,也不怕东西冷了 哎,老板,你这里有没有烧炭的火锅炉啊 有啊,这里就是猪铁炭炉,所有好都在这里了 嗯?没有锅怎么煮东西吃 都有配一个铁锅,烧烤铁网,还有烤油盘,一个木垫子,大小不同,价钱也不同 兄妹俩对视眼,不约而同的只能最大那个 接个只进二十八,一百四十块钱再配一箱五烟炭 就配炭啊,这不能优惠点啊 一箱炭都十几块钱了,价钱没得少 我再配一包签子给你们,能穿东西烧烤 老板,丸子怎么卖呀? 虎妮看着冰箱里各种各样的食材 八块 听着价钱还挺贵,不过买一点还可以接受 虎妮打开冰箱门,挑了一些丸子 后来在老板的推荐下,鸡柳,羊肉串,鸡肉串 鸡腿鸡翅,香肠肉肠都拿了一些 一算价钱,差不多一千块钱呢 然后兄妹俩提着大袋小袋的东西 又去五金店买了几十副白色的劳动手套 几套塑胶手套 最后兄妹俩来到农贸市场西侧 取了寄存的东西,借了一辆推车 推着东西就往家赶 把东西都卸下去之后,柚子就要去骇车 哥,我要买杯热奶茶,超多料的那种 晚上会睡不着的 奶茶挺好喝,也挺酒没喝了 大不了晚上多学习 柚子把钱袋子给了虎妮 拿了几张零钱就出去了 柚子提着两杯奶茶 还有一个袋子回来了 这买的啥 透明袋子,等会把那些不合理的包装都给撕了 装进这袋子里面放在院子冻着 兄妹俩喝完奶茶,就开始忙着分装 摘掉牌,撕标签之类的 兄妹俩已经把东西该冻的冻了 该藏的藏了 最后两人看着发霉的毛线沉思 哥,要不咱直接把它染好晾晒干净吧 听那老板娘说的也挺简单 行,咱这水太冰了 煮点热水晾一下 顺带把晚饭给做了 要不咱把这些烤串都拿一点出来 烤一下好不好吃 那咱今晚别煮其他了 就弄这些吃得了 算了,咱先把钱算一下再弄吧 这钱不藏起来,心里不得劲 好啊,我得好好数数 兄妹俩进到里屋,把钱全部倒在炕上 又把那两万五千块钱放一边 柚子用手机里的计算机开始算起来 哇塞 今天卖鱼赚了八千八百七十块钱呢 再扣除买东西的钱,就剩下六千四百块钱 哇,这比卖干货赚钱多了呀 虎妮摸着手里的一张二十块钱 发现手感有点硬硬的,有点厚 哥,这钱不对劲呢 这么多张,就它感觉有点厚 虎妮把钱递给柚子 还真是,咋回事啊 这个留起来,到时候去那边找古南城问问 行,咱这钱得分一成给三哥和姬姐姐 按照五毛算,你算一下 米尔,一人分三十块钱 这对于姬知青会不会太少了 呃,她不在乎这个 顶多到时多做点好吃的喊她来吃 行吧,那你过两天再去说 我拿三万块钱下去藏着 再拿六十块钱放你这里 到时候你自己拿给他们啊 可以,你放我炕香里 我去做起火烧水 等柚子藏好东西出来 虎妮已经把锅里的水烧热 柚子拿了个桶装了一些热水晾着 又用另外一个桶 把今天买的锅什么的都清洗了一遍 然后从灶台下 加了几块烧红的木炭 放在炉子里面 等弄好之后 虎妮放上铁架子 按照老板说的方法 开始烤香肠 哎呦,这小味还挺香 你多翻翻呐 到时候底下都变黑了 柚子在一旁看着染料 回头看见炉里的炭烧得旺旺的 她妹只记得刷调料不翻面 你来染,我去烤 你颜色调好看点 不要太暗了呀 虎妮接过盒子 看着里面小小的塑料瓶子 听说一小瓶就可以染很多的东西 这个只要放一点点就行 虎妮挑了喜欢的颜色 开始调色 哇塞 哥,这颜色可真好看 就跟野鸡尾巴上面的青绿色一样 这颜色也还行 男女都能用 把明凡跟固色剂放点进去 拿三斤进去泡 红色就得多弄点 其他颜色别弄太多了 柚子说完又做下去翻烤东西 虎妮拿了一些白色毛线放进去 就跑去吃东西了 嗯 好吃 不够咸 多刷点料 这里面最好吃的就是纯肉的肉肠 第二好吃就是羊肉串 最不好吃的就是猪肉串 肉太硬了 兄妹俩戴着塑胶手套 捞起桶里面的毛线 果然从白色变成了青色 凝干水就挂在中间的竹竿上 看着还不错 咱先把红色调出来 等到第二桶水温调好 柚子开始调色 哇 哥 这颜色好看 水红水红的 不是很艳 这个小姑娘小媳妇儿穿最好了 我想要这个颜色做件衣裳 那染个六斤 可以 可以 虎妮高兴的不行 她的现衣就一件是黑色的 还是春花一勾的 她娘不会够毛衣 哥 再染一个适合男生穿的颜色 到时候一起让春花一帮咱们织一件鸡心领背新穿 弄的天蓝色吧 跟人家厂里面的功夫一样颜色 我还挺喜欢这个颜色的 因为这是铁饭碗的颜色 等两人都弄好了 天也快黑了 兄妹俩就关门进了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